美國家立正川普 他從上禮拜開始 就不斷的在強調說 中國病毒 中國病毒 挑起種族歧視跟仇恨 可是他突然在昨天 他態度髮夾彎 我們來看一下 他在推特上面 他不再講中國病毒了 他反而還講 他說我們應該要好好保護 美國和世界各地的亞裔美國人 他們是很棒的人 有沒有 They are amazing people 而且他下面也寫 這些都不是他們的錯 他們也正努力 和我們一起對抗病毒 我們將一起獲勝 We will prevail together OK 川普態度 怎麼突然之間改變 川普這麼自大的人 怎麼可能說180度 轉變就轉變 果然我們就發現 他推特裡頭笑裡藏刀 原來有貓膩的 我把它框起來了 他說我們這些亞裔的人 是Amazing people 是很棒的人 And the spreading of the virus 但是會傳染病毒 你看看 還要在這邊酸一句 你知道其實川普現在 可能幕僚告訴他 你這話太大的爭議了 因為他斷去斷在這個地方 以這樣的解讀方式 就可以看到他其中藏著貓膩了 就是告訴你 你現在講這些話後果會很嚴重 他想要示弱 可是他又有點心不甘情不願 大家能夠知道他心裡的轉折了吧 我告訴你大陸人不買單 大陸駐法國的大使館 就發了一個文 這裡頭就直接講到就是說 你川普不用科學的 不用有效的方法去抑制病毒 你只會用 包括你說這個種族歧視 或者是你說這個病毒 不來自於你這 來掩蓋你的無能 並且他們還用了一個法文字 來說川普的大頭病 叫做Trumpademy Trumpademy是一個法文 是自創的 川普大流行病 英文的話就是Trumpademic OK 那現在這篇推文裡頭 還有講到一個內容 就是他們覺得美國有鬼 那這裡頭不斷的提到說 你去年美國的這個10月 8到10月所爆發的這個流感 那兩萬多人死 到底有沒有人是死於新冠病毒 講清楚 好 我告訴各位 我先給大家看一個很恐怖的數據 立剛 一種呼吸系統病毒 從大陸開始爆發 通過旅行者傳到美國 第一例患者出現在芝加哥 這是美國衛生部所寫的報告 47天後 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病毒大流行 為時已晚 1.1億美國人感染 770萬人住院 死亡人數58.6萬人 美國的衛生部 發布這樣的報告 在這個時候 會不會讓人家覺得太恐怖了 不是 我跟各位說 這其實是美國的衛生部 在去年10月他提交給川普的 紐約時報是美國最權威的媒體之一 他去公布了這件事情 他是想要告訴美國的民眾 你川普去年10月就知道了 衛生部長告訴你了 你為什麼還會疏於防範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從這樣的一個紐約時報的爆料 我們卻發現了另外一個貓膩 也就是說 怎麼你美國去年就會去 衛生部有這樣的一個 我們所謂的推論報告出現呢 你到底是什麼樣的靈感 讓你想去做這樣的推論 而且在他的推論裡頭 我要講 講進去了 你才發現 為什麼讓人家覺得可疑 當時美國的衛生部 他在給川普的這份推論 流行性感冒的一個報告裡頭 他的流行性的病 就設定是呼吸道的傳染病 然後他還說 他會發生刺射傳染 來 我給大家看 他說Crimson Contingent 這邊刺射傳染 刺射讓人想到什麼 中國大陸 然後刺射傳染讓人想到什麼 一個不明的恐怖傳染疾病 你似乎都已經先預言到了 而且還用一個不好聽的名稱 給他稱呼 然後他還繼續說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日期 在去年的10月份 你注意到了對不對 然後他還講說 這個病會到時候 因為有35個人去大陸 然後他們旅行 他們中招之後 他們又去了東南亞 去了中東 去了歐洲 還有人回到美國 一個52歲的男子 回到了伊利諾州 然後他兒子疑似也中招 兒子又出去參加大型的聚會 所以最後美國就爆發開來 變成了這樣 我問各位 為什麼美國的衛生部 在去年的1月 就開始有這樣的推論 然後陸續做了很多的演練 然後這麼巧 德特里格堡在7月關閉 你8到10月流行病就開始大爆發 10月你就總結報告 給了川普 然後你還剛好派軍人 去參加10月的武漢軍人運動會 講到這個 來 現在美國自己都有記者 在講他們美國怪怪的 這些記者他所調查出來的是 有一個美國的女軍官 她曾經在德克里克堡 這個生物實驗室 突然關閉的這個實驗室 工作過 然後她也去參加10月去年的 武漢軍人運動會 是自行車的選手 然後她回來之後 她的兩個朋友確診了 然後她還有一個親人 是荷蘭的零號確診病患 當然這並沒有經過 美國官方的證實 這是美國記者他們自己去調查的 有人說這是你把結果反推回去 所做出來的一種 我們講的一種 兜來兜去事的報導 不準 但是也有人覺得這裡頭 有一些神秘的巧合 不覺得怪怪的嗎 美國現在他想要把整個疫情 推到大陸 但是